2005年 一个十四五岁的尼泊尔男孩 被诗人认为是佛陀转世 他像释迦摩尼佛一样 不吃不喝 在菩提树下打坐冥想 美国探索频道 对他进行了四天四夜 不间断拍摄 在2006年 推出了纪录片 拥有神力的少年 此片一出 全球轰动 当时他被认定为 是现代奇迹 男孩许下宏愿 他将禅定六年 时间来到2011年 修行圆满 他公开步道 告诉世界 自己是修行者转世 他说 当下已进入末法时代 拯救众生 为世界带来和平 是他的目标和使命 此时 他的信众已遍布国内外 甚至还有具有影响力的 尼泊尔政治人物 在信众的支持下 他创立了新的宗教 但是 反准来了 此后 关于他恶行的传闻 像雪片一样 不成间断 像你经历了霉 暴力 谋杀 强奸 失踪案件 2024年1月9日 他以性侵指控被逮捕 他的信众 从世界各地 对他进行声援 那么 他到底是佛 是魔 他是怎么从 坐在圣坛的上师 沦为阶下之囚 我们今天 就来讲讲 本世纪 最具争议的修行者 尼泊尔灵修少年 灵修少年的名字 叫拉姆 巴哈杜尔 班真 我们下面就称呼他为班真 他是尼泊尔的蒙古族 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 北街中国 急于三面 与印度为林 尼泊尔也是亚洲的古国之一 历史悠久 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 班真在1990年4月9日 出生于尼泊尔巴拉县 拉坦普尔村庄 他的父母都是农民 家境贫困 父母育有9个侄女 班真是第三个孩子 我们先来说说班真的前世 他说他的前世 是2000多年前的一个修行者 当时正值乱世 他是在残定的情况下 被杀害 死后74天 他才发现自己的肉身已经死亡 但他的意识存在 一直在世间游荡 直到1990年转世 他说在母体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这一世要继续禅修 但是出生以后 他就把前世的记忆给忘了 直到六七岁以后 才逐渐想起 所以 班真从小就与同龄的孩子不同 据他的家人回忆说 班真天性平和 很少说话 并且经常会陷入沉思 他最喜欢接触 生侣和喇嘛 在他八岁时 就想要出家 后来 班真的父母送他去学佛 入门后 他得到了法名 巴登多杰 此后 他又去了释迦摩尼的出生地 伦比尼 最后 在雪珠佛寺修行 雪珠佛寺属于藏传佛教的 撒家教派 但是班真并没有完成学业 据说是因为他生了一场大病 因此 返回家乡 五个月后 他告诉母亲 要去禅修 如果有人打扰 他将不得不禅修二十年 如果一切顺利 仅需要六年 在2005年 五月十六日晚 班真离开了家 在巴拉区的丛林里 开始残修 这年 他十五岁 当时 大概有三十个村民 看到班真打坐 他们留下了一千多卢比 并供奉了水果 结果 当天晚上 就有人来打扰他 经过多次被打扰之后 班真的大哥和村民们 为他建起了栅栏 作为界限 并且日夜守护他的安全 据说 起初开始打坐 班真还会偶尔走动 三个月后开始不吃不喝 日以继夜 以一个姿势打坐 而在这期间 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传闻 有村民说 他曾经触碰到班真的手 瞬间感觉到心灵的平静 祥和 有人说 看到班真的额头 突然放光 被流传最广的是 在11月6日 有人看到班真被毒蛇咬了 身体中毒 看到的人说 他流了很多汗 之后 竟然排出了蛇毒 这些传闻被人们口耳相传 奉为神经 至此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班真具有超然的能力 认定他就是佛陀转世 而班真与佛主 的确有相似之处 比如 班真的母亲 与释迦摩尼的母亲同名 都叫 玛雅代妃 他与释迦摩尼一样 都出生在月圆之日 都选择在菩提树下 断食打坐六年 打坐时 结相同手印 释迦摩尼最后 悟到了班若自毁 这也是班真想达到的境界 班真说 他是为了世界和平 为了拯救世人而打坐 他将持续打坐六年 这使得人们对他更加狂热 聚集到他身边的人 越来越多 人们认为他就是转世佛 开始教他 佛男孩 但是班真说 我没有佛的能力 我只是仁波切 我希望获得佛的智慧 并且宣扬光明 这样我们的国家 也会很快和平 那么班真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尼泊尔当时的背景 当时尼泊尔正处于内战时期 尼泊尔内战始于 1996年2月13日 到2006年11月21日 十多年的内战 导致17000多人死亡 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其中大部分是发生在尼泊尔农村地区 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在内战期间 2001年6月 尼泊尔皇宫还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枪击事件 尼泊尔王室被灭门 这也是一起巨大的悬案 产案发生后 尼泊尔政府局势更加动荡 人们生活破睡不安 也许班真出现的正是时候 人们正需要有这样的奇迹 一个圣人来引领人们 从残酷的现实中 找到精神嫉妒 另外这里有一个迷思 这也是班真早期被质疑 具有争议的一个点 班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引起了尼泊尔全国人民的关注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 他可以说是迅速走红 因为在尼泊尔的残修者是很多的 尼泊尔的自然环境极好 有大片的森林 丛林 这样的自然环境 对于修行者来说 是残修的绝佳条件 具有天然的灵力 所以在尼泊尔修行的苦行者很多 在众多的修行者中 为什么班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就被人们注意到 并且迅速声明远播呢 所以一些人无法理解 并且表示质疑 班真从开始打坐 短短几个月就已经很出名了 人们不远千里 就是走路也要来拜一拜他 这片丛林也成了人们心中的圣地 尼泊尔当时最著名的地点 有很多人甚至来了就不走了 也开始打坐 冥想 因此这里以惊人的速度 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市场 有卖纪念品的 卖吃的 出租睡袋帐篷的 这是实实在在的给当地人带来了商机 每天新闻头条必是关于班真的报道 世界各地媒体也纷纷出动 班真的大哥和村民们自行组织了一个委员会 他们用铁丝围来把班真团团围住 人们只能在50米外看到他的面目 正是在这种盛况下 美国探索频道也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到了尼泊 他们在围栏外架设摄像机开始了96小时 四天四夜不间断拍摄 美国的医学专家说 人体在不吃不喝的状态下 四天就会因肾衰竭死亡 班真连续几个月不吃不喝不动 还活得很好 并且身体样貌都没有变化 这在专家们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 摄像机证实了 班真始终盘腿不动 不饮不食 甚至在5到10度的低温下还会出汗 这说明他的生理机能运作良好 随后又有医疗团队 尼泊尔政府人员仔细观察他48小时 也都一一证实他并没有吃喝 尽管如此 依然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骗局 说班真可能在身上擦了管子 有人在地下给他输送营养液 所以研究小组建议检测他的血液 只要检测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 就能很容易地查出他是否进食 但是班真大哥表示 不接受任何医学检查 因为这样会打扰他的残休 正因为班真没有接受过医学检查 所以一直被治愈者诟病 但是这个事情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班真是在修行 他并不是在进行人体极限挑战 所以他的拒绝是合乎清理的 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班真当时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焦点 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尼泊尔当局是有义务来证实他的真伪的 而证明方法只能通过科学的途径 后来一位喇嘛在近距离地观察了班真之后 说他是掌握了障传佛教中的一种古老的修炼方法 吐没 掌握了吐没的修行者 能忍受极端严苛的条件和环境 甚至可以靠空气为生 而班真绝不是个理 就在尼泊尔旁边的印度 有一位圣人普拉哈迪·加尼 他自从12岁以后就一直不吃不喝 他说他是通过太阳获取能量 而这位圣人是经过了严格的医学观察 被证实了的 所以在我们普通人看来 就在一个充满蛇虫鼠蚁的丛林里 不吃不喝十个月还能健康地活着 那不是神迹就是骗局 而在佛教徒看来 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 只要能控制一年 就可以制服人生来许多本能的欲望 进而提升自我灵性 甚至改变一切 接下来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2006年1月5日晚8点 有59个人亲眼目睹 有火焰从半针胸膛中 削掉了他的衣服 他全身赤裸 置身于火焰之中 却丝毫没有受伤 之后他叫来大哥 要了一件袍子 随后继续打坐 三天后 1月18日晚上 他突然再次自燃 这次被人拍下视频 火焰削掉了他的袍子 据说火足足燃烧了一个多小时 这两起自燃事件 有如烈火烹油般的效果 半针打坐的丛林 盛况空前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络绎不绝 这其中有好多人 成为了半针的忠实信徒 而一件事情 总是有多面性的 我们看到了精神层面 就应该再看一看物质层面 半针从2005年5月禅修开始 他的大哥就一直守护着他 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前来 每天都有布施 据说委员会每天 至少能赚进2万奴笔 大哥表示 捐款用于现场运作的开销 余下的都纯进银行 大哥以前是一个种田的农夫 现在要管理一个规模蒸蒸日上的 尼泊尔最大圣地 你说大哥能hold得住吗 随着半针名气越来越大 世界各地的人越聚越多 委员会也开始分裂 大哥开始遭到排挤 半针的家人也觉得 他原本的初衷 已经被钱渐渐抹下了 事态的发展 与佛的精神 逐渐背道而驰 半针在10个月的残休之后 在2006年3月11日清晨 突然消失 打坐的树洞里 只留下了他的衣服 家人也全都不知他的去向 这使得事情更加扑朔迷离 有人怀疑他被绑架了 或者遇害了 几天后 3月19日 人们发现了他 当问起离开的原因时 半针说 那里不安静 在随后的几年中 半针陆续露面过几次 然后又会消失 当他每一次的出现 消失都会成为最火爆的新闻 一个月后 又有村民在偏远的崇林 遇见了他 他戴着一把长剑 大家好奇地问他 一个寻求和平的修行者 为什么戴着剑呢 半针说 总有人质疑他 他觉得不安全 戴剑是为了自卫 2007年3月8日 他又失踪了 同年8月2日 再一次出现 并且向大约3000人讲话 然后又失踪 2008年10月10日 半针在他最初 打坐的菩提树下 再一次出现 这次他停留了12天 人们得到消息后 火速赶来 半针先后两次 向大约40万人讲话 他说 我已经抛却了我这一生 所有一切的执着 我就是为了解决人类的问题 美日一作家 Android Good 还出版了 向半针演讲启发的书 名为对半针的反思 那么半针失踪的日子 是去了哪里呢 原来半针的信徒 为他在地下挖了一个空间 护持他打坐 这个地方后来被半针命名为 Pato Gumba 接下来事情就开始反转了 事态越发错综复杂 2010年 尼泊尔当地报纸 突然报道了半针囚禁9名村民 长达20个小时 而接受调查的事件 起因是村民的牛 进入了他的残羞地吃草 而遭到盘问 并被囚禁 报道中还提到不久前 有17名采野菜的村民 误入了残羞地 而遭到半针信徒殴打的事件 而且类似事件已经发生了6起 都是不了了之 而半针说 未经允许狮子进入残羞地的 都有故意打扰他修行的嫌疑 在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 半针残羞的地方 在丛林里属于公有土地 可是有信仲为他圈起了一个区域 并且绝不允许别人私自进入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乌龙事件 话说 尼泊尔有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动物献祭节日 叫加迪迈节 这个节日在加迪迈庙举行 加迪迈庙位于尼泊尔南部 就在班针所在的巴拉县 这是每五年举办一次的盛大节日 这座庙宇供奉印度教中的力量女神 加迪迈 在这个节日中 加迪迈庙及巴拉地区会举行大规模的祭祀仪式 献祭大量动物 以求加迪迈女神保佑 仪式从黎明开始 要献祭各种动物 包括老鼠 三羊 公鸡 猪 鸽子 最重要的献祭动物是雄性水牛 据估计会有30到50万只动物被献祭 2009年 又到了五年一度的节日前夕 班针公开宣布 他将用法力来阻止动物献祭活动 此言一出 引起社会各界巨大关注 班针和几十个同样反对献祭活动的佛教僧女相约 在节日的前一天早上五点在加迪迈士庙会合来阻止献祭活动 结果等到晚上八点多班针也没有出现 班针不仅没来 而且他再再一次失踪了 于是大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寻找 终于一个多月后在一个村庄找到了他 那么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后面会详细说到 因为这起乌龙事件使得本来支持班针的 尤其是一些德高望重的佛教僧侣 开始对他表示质疑 2011年 班针完成了六年的禅修 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们 在菩提树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法会 此后他开设到场 吸引来了大量各国信众 其中不乏有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在这期间 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也加入了进来 尼泊尔前卫生部部长 妈尼喇嘛 关于这位部长的加入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话说部长婚后八九年 一直没有孩子 去医院做过各种检查 也没有结果 直到这一天 在法会上班针对他微微一笑 结果第二个月 部长的妻子居然怀孕 为他诞下了一对双胞胎 至此 部长对班针尊崇的五体投地 成为了他最忠实的信徒 并积极地帮助班针处理各种事物 因为他的经营 更多的政府人物加入了进来 而他也很快成为班针新宗教的主席 从班针出名开始 大众就一直猜测 他是不是继释迦摩尼佛以后 尼泊尔的下一个佛陀 有佛教人士表示 不能仅经过几个月几年的修行 就说他是佛陀 而班针的信徒认为 班针是三菩提 至尊灵魂 他是高于释迦摩尼佛的 在争论中 班针创办了自己的宗教 他自己改名为 宗教有自己的网站 并且有多达28国文字 班针设计了新的堂卡 把生泥的长袍改成蓝色 自此 班针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张 在多地开设新的道场 他的信徒更是遍布世界各地 2012年 媒体爆出 班针贿赂了一名VDC官员 为他的新名字 伪造了一份出生证明 用来办理新的护照 此消息一出 引发了巨大争议 班针的信徒们 对此采取了行动 他们封锁了道场附近的交通 要到三天 举着横幅高喊口号 要求政府 为班针办理新的身份证 以及外交护照 结果引发冲突 导致24人受伤 在这期间 班针的信众 在森林区建了多处道场 而这些都属于非法建筑 最后被政府相关部门 全部拆除 即使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班针仍然得到了 政府的支持 2014年 尼泊尔总理 柯伊拉拉 邀请班针会面 不仅同意为他办理护照 并且允许他继续使用 巴拉丛林 在这次会面 班针的信徒向总理说 因为班针2005年 开始残修 才使得尼泊尔内战 逐渐平息 直到2006年结束 而且班针不仅能消除世界苦难 还有消除病痛的法力 随后便传出了班针司法 为总理治疗癌症的传闻 到了2018年 新校任的总理 依然十分支持班针 此外 还允许他使用更多土地 建立新的道场 甚至 把部分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 划分给他使用 此时的班针 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马尼喇妈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2016年 班针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国内旅行 由五辆汽车组成车队 马尼喇妈在前方开道 车队以每小时100到120公里的速度行驶 班针告诉他不要停 即使到了检查站 或者撞到人 也不要停 车队一路畅通无主 无人敢管 2017年 新中门再一次为班针举办了 盛况空前的世界和平法会 由156辆汽车 250辆摩托车组成的车队 一路互送班针 从巴拉县到加德满都 法会上宣讲了班针的神迹 包括治好了总理的癌症 停止了内战等等 此后还拿出了班针加持过的护身符 告诉大家 平时10万卢比也得不到 在法会上只需要500卢比 和历次法会一样 班针讲法的时间反而很短 无论如何 这次法会非常成功 班针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国内外信徒与日俱增 而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 与以上事件同时发生的 还有一连串的丑闻 在一件接着一件的被媒体爆出 有五名男子被班针信徒打得头破血流 而理由是他们未得允许私入到场 有尼波尔电视台的记者 在班针的法会上想更近距离拍摄 结果被班针的外国信徒损坏设备 2012年3月媒体报道了班针 囚禁两位妇女的新闻 一位是当地信徒马塔 另一位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马瑞奇 马瑞奇原本是班针的忠实信徒 在2011年被邀请到尼波尔 帮助做翻译教义的工作 后来被囚禁在巴拉的丛林里 长达三个月 据他说 他为班针的信徒 用铁链缠住脖子 双脚绑在一棵树下 他被毒打到手腕骨折变形 甚至遭受到班针随从的性侵 并且是在班针的指使下所为 马瑞奇还开设了一个频道 用来讲述自己的遭遇 对于此事 班针的官方回应是 这些故事都没有证据 都是诬陷 而媒体报道说 班针认为马瑞奇是女巫 她从事巫术活动 以打扰班针的残羞 因而遭受惩罚 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迷思 在后面发生的恶性事件中 经常传出关于巫术的故事 前面所提到的 美日裔作家出版的 《关于班针》的书中有记载 他听闻 有一位外国信徒 被班针侵入住处 并以凶恶的眼神居高临下的凝视 给吓坏了 他还说 班针有教导信徒们观想一些神灵 有人因此而皮肤融化 并且无法躺卧达十天以上的故事 很快 新的报道又来了 喜马拉雅时报 报道了班针扣押自己的兄弟姐妹 并鞭打了她的弟弟 原来 班针的母亲 在知道了两名妇女被囚禁事件之后 非常担心跟班针在一起的小女儿 蓝吉塔的安全 于是 班针的哥哥姐姐就请求班针让妹妹回家 结果不仅被拒绝 还被囚禁了五天 班针的母亲不得不到警局报案 希望警方能把自己的小女儿找回来 警察到了道场 蓝吉塔表示不想回家 而奇怪的是 这篇报道已经被喜马拉雅删除了 据说被删除的不仅这一篇报道 还有关于班针负面的报道被删 当然这也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班针贿赂威胁了媒体 一种是说因为报道不实 无论如何 自从2005年班针禅修开始 她的哥哥姐姐一直守护着她 经过这起事件后 除了妹妹蓝吉塔 她的兄弟姐妹退出了班针的道场 这张照片是班针的兄弟姐妹 2011年在禅修处拍的 大哥班家姐姐马努 马努在2016年因为脑部损伤 在痛苦中去世 有人怀疑是因为马努劝说班针 而被殴打 导致大脑受伤 而根据网上消息 说马努从2005年开始 一直在班针身边 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也许她知道的太多了 2015年媒体又爆出 班针道场有信徒失踪 并怀疑已被谋杀的事件 根据目击者说 这天班针正在举行一个拜神仪式 突然信徒们开始发狂 有的哭 有的喊叫 班针指责说 是信徒 尾巴 使用了巫术 使大家发狂 在仪式结束后 命令七个信徒 用棍子把魏巴活活 随后把尸体埋在道场附近 魏巴的儿子报警 警察到达现场 并没有找到尸体 怀疑可能已被焚烧 但因为证据不足 这个案件成为了一起悬案 随后又有班针信徒的家人报警 共三人 在班针不同的道场失踪 下落不明 2018年9月 班针被一名18岁的女信徒 玛雅指控多次性侵 据玛雅说 她在道场多年 从14岁起就被性侵 而有相同遭遇的女信徒 不只她一人 有的逃跑了 有的不敢发声 她还说 在道场藏住的信徒们 会被灌输一种信念 上师有时候会考验她的信徒 来测试 他们的信仰和忠诚 是否足够强大 所以她一直认为 这是一种考验 班针方面声称 玛雅实际上是参与了盗窃 并且被赶出了道场 而近日 玛雅的父亲 班针的忠实信徒 在各个媒体频繁发声 她痛心疾首地 表达了以下内容 她的演讲长达四十多分钟 但内容非常简单 她说女儿是被人叫说着诬陷了她的丧尸 她愿意生命担保 她遵宠她的丧尸为神 但不幸的是 最近她因为车祸而去世 紧接着又爆出 发生在早年的 据说是班针第一位妻子的 失踪案件 时间要到回2009年 前面说到的 嘉迪麦杰乌龙事件 班针失踪了一个多月 那么在这期间 她去了哪里呢 原来班针在公开宣布了 要去阻止献祭活动以后 在最后一刻 她意识到自己做不到 所以没有在会场出现 她去见了她的早期信徒 一名叫丽塔的女子 班针向丽塔和她的家人 说明情况 并要求在丽塔的家里 躲藏一段时间 就这样 班针逐步出户地 在丽塔房间躲了一个多月 这天 班针跟丽塔的父母说 她和丽塔已经是夫妻关系了 丽塔的家人 像大多数尼泊尔人一样 是她的最早期忠实信徒 遵从班针为神 所以还感到很高兴 就这样 在丽塔家里躲了一个多月后 班针带着丽塔一起返回道场 一个月以后 丽塔突然独自回家 家人发现她身上有刀伤 瘀伤 丽塔说 在班针的道场是会被打的 可是 当丽塔在接到班针 叫她回去的电话后 她不听父母劝阻 立即离开了家 前往了班针的道场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丽塔失踪的事情 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 班针曾先后两次来到丽塔家里 警告丽塔的家人 不要报警 直到十年以后 关于班针恶行的传闻越来越多 丽塔的家人才对外界公开这件事 而在这期间 丽塔的母亲还在每天期望着 也许有一天 丽塔会突然回家 2020年 尼泊尔刑警突袭了班针的几处道场 都扑空了 根据道场信徒们说 班针去禅修了 这一次修行将持续三年 至于他在哪里 谁也不知道 于是 刑警又突袭检查班针的家 再一次扑空 但是 却有意外收获 班针的道场 看起来是朴实无法 但是家里堪比星级酒店 而且还发现 班针不仅有妻子 还有一个儿子 还有很多信徒 常住在他家里 作为家庭服务员 班针为了让儿子上学方便 安排妻子住在加德满都 班针一直被宣传具有神力 仅仅把手放在病患头上 就能治愈疾病 但是他自己的家人生病 就会被送去最好的私家医院治疗 这一年 班针成为了尼泊尔 头号通缉药犯 被通缉后 班针的宗教方 直接向尼泊尔总理申诉 他们表示 班针是无辜的 一切都是诬陷 事态的发展 仿佛又将不了了之 2024年 当地时间1月9日晚 现年34岁的班针被捕 尼泊尔警方在班针位于加德满都的住所 将他逮捕 警方在班针住所 发泄了大量现金 其中有尼泊尔纸币 和16个不同国家的外币 此外 警方还查获了汽车 以及多台电子设备 警方表示 抓捕期间 班针还曾从住所的四层楼跳下 试图逃跑 他从四楼起跳 越过围墙 落在大门前空地 一气呵成 毫发无损 由此可以看出 他的确异于常人 早在2006年 当他带着长剑出现时 就有传闻说 他会一些功夫 后来又有信徒说 班针向他的亲密弟子 传授类似武术的体育锻炼 他们跳得很高 我们看得目瞪口呆 班针被捕后 有报道称 除政府划给他使用的土地外 他还拥有大片土地 以及车辆 豪宅 其他财产 都在非营利组织 Bodhisravan Dhamma Sangha 名下 教会主席 妈尼喇妈表示 所有的故事都没有证据 都是因为班针的成就 而遭人嫉妒 陷害 他表示 已聘请多名律师 接手此案 截止到今天 案件仍在调查中 而最耐人寻味的是 班针失踪信徒的家属表示 他们报警的目的 仅仅是想找回自己的亲人 他们从未要求警方抓捕班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而最近突然出现一名女子 她说自己是早期被媒体报道的 失踪信徒之一 她是因为与其他信徒不合而被驱逐 她认为其他四位失踪者 也应该没有失踪 她说如果他们没有在尼泊尔大地震中死去 那么他们一定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活着 到这里 故事就讲完了 整个事件从2005年到2024年 时间跨度长达19年 当初班针坐在菩提树下时 谁也不曾预料事情会如此发展 民间对班针有这样几种声音 有人说她真的达到了某种神通境界 因而产生自负与得意 这就是佛经中告诫的神通不敌业力 有人说她被人所用 陷入金钱与名利 身不由己 还有人说整起事件由头至尾 是个骗局 更有人尊宠她为神 认为她是被人诬陷 真相有如水中月 镜中花 我想站在不同角度 应该能看到不同景象 看到这里 真心感谢您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